近日以来,随着数艘邮轮,在阿联酋附近海域,遭到不明袭击。 美国开始指责这些不明袭击,就是来自于伊朗。 当然,这也很有可能是自导自演的戏码。 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开战的借口。 就如同1964年,越南北部湾美国船只遇袭事件一样。 只是一个为了开战。 自导自演的一个事件,就是近期,美国不也是以叙利亚发生不明换武袭击,而对叙利亚军队,发动了空袭和巡航导弹攻击码。 在邮轮事件爆发以后,美国第一时间就放出了要增兵波斯湾的讯息。 从美军态务,在参考1988年的祈祷堂狼行动来看,哪怕美军增援还没有到位,现在美军也有能力发动区域性进攻和封锁。 以保护波斯湾游轮安全为理由,美军战机和巡航导弹,将会对伊朗沿岸雷达战和导弹阵地进行打击。 同时,对相关海域禁止伊朗海军通行。 在这种情况下,伊朗也开始向各国求援,希望可以阻止美军的下一步行动,特别是军事行动。 据俄罗斯坦斯社报道,俄罗斯海军作为全球第二军事强国,已经作出反应,俄罗斯海军的两艘隐身军舰,已经从地中海,突破美军封锁线,进入中东地区。 其中包括,格里格罗维奇号隐身护卫舰,和祖耶沃号小型隐身导弹舰,随着这两艘军舰的到达。 在中东海域,俄罗斯军舰数量,已经达到20艘左右。 虽然,俄罗斯海军出动的只是两艘护卫舰,但是火力却是超标配置。 其中最强的格里格罗维奇号隐身护卫舰,排水量达到4500吨。 配备巡航导弹,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,还有二座禁防系统,就是只有950吨级的祖耶沃号小型隐身导弹舰,都装备了口径型巡航导弹。 这才是美军真正的对手,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太狭窄。 如果俄罗斯军舰直接进入海峡最狭窄的1.6海里宽度位置,就可以彻底读此航道。 美军军舰无法前进,进入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基地。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基地。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基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